来姐姐 干什么 这几个字你认识吗 认识 什么字 一马平川 是 这个是成语一马平川是吧 是 那我们就按老规矩 就是 就是你把这一马平川 这四个字 如果每一个字都乍一笔 变成新的暗示 如果你能全部写得出来的话 那妈妈就奖励你 带你去玩那个泡沫池 现在不是很流行吗 你不是一直梦梦以求想去吗 嗯 那你想不想挑战一下 想 那你觉得有多少信心挑战成功 满满的信心 满满信心 哎哟 那行 既然你信心那么 那么强烈 那就开始你的挑战吧 看你是不是能 满满的挑战成功啊 一马平川这四个字加一笔 就这个这么简单哟 我能想出两个 想出两个啊 不是三个 三个 嗯 那你写呢 有个是二 有个是七 有个是十 哦 一七十 哦对 这个是挺多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是吧 是 嗯 嗯 那这个算可以 那这个马呢 马字加一笔 马字很简单 你见过吗 这个字 加一笔的字 见过啊 什么字 乌 哦 乌 乌鸦的乌 哦 乌鸦的乌 哦 你们一年级有教过乌鸦喝水 所以你知道这个乌是吧 嗯 嗯 那第三个瓶子 嗯 那这个我想想吧 嗯 可以允许你想想 想得出来吗 嗯 那 那我先写这个写吧 先写后面这个啊 嗯 你意思是说把这个留在后面 嗯 嗯 行吧 嗯 这后面这个是什么字 穿 嗯 穿是摘一笔 能变成什么新汉字 想到了 想到了 嗯 那你写出来吧 上 有这个字吗 有啊 这我都没见过这个字哦 这什么字 上 上 谁教你的 老师教的 嗯 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表示三十的意思 哦 这个是表示三十的意思 哎哟 那我长电视了 确定是老师教你的 嗯 哦 那就行 那上 我要懂上 那表示三十的意思 那还有最后一个哦 这个 你的留在最后面应该是很难的哦 嗯 嗯 想得出来吗 想到了 想到了 那你你你写出来嘞 平 你这 你这个 加了三笔啦 你都偏离了 主题啦 我说的是 加一笔 你现在加了三笔 我不是又加了一笔吗 哪里 你看都一二三笔啦 加 加 一笔 哎呦 哎呦 能这样解释啊 嗯 我只是加一个数学的加而已 哦 哦 你是这样理解 哦 我说的加一笔 那你就这样 干脆写个数学的加 要再一笔 就成瓶子 嗯 那这样说得过去吗 那 我都不知道这一题 顺不顺你 你你你你你你挑选成功哦 那我要问一下屏幕前的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我说加一笔 你就加了三笔 你还 就是三笔 就是一笔 就加了这个人加 哦 你这个解释有点牵强哦 哦 扎一笔 扎 是谁的扎 有一笔 就变成瓶 嗯 那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你们觉得姐姐写的这一个瓶子 这样子写 说不说的过去 你们认不认同 觉得对不对 那如果你们认同或者不认同的话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吧 谢谢